刘依菲又被网友们给吐槽了,生涂照被指出了脸不浮肿,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吧。 就在3月17号的那一天,网络上传出了几张刘依菲的最新照片,不过却已来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跟吐槽。 从网友们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刘依菲当时现身在了一个奶茶店当中,与好友坐在那里一起喝下午茶。 她在这一次的亮相之中,则是身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牛仔外衣,以及搭配了一条黑色的休闲裤,还有戴着一双非常酷气的墨镜。 亲自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出来,在她自己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她当时所在位置和身上的打扮,跟网友拍摄的那个造型一模一样,也是深蓝色的牛仔上衣,以及戴着那双非常酷的墨镜。 甚至在桌面上的那杯奶茶,也跟网友们拍摄的那杯一样,所以可以肯定了网友们拍摄的那个人,确实就是刘依菲本人没有错了。 然而当刘依菲的这几张声普照,在网络上被分享出来之后,一些网友却开始了吐槽她。 有的人可能看到是近脸照的因素,所以就开始了说到刘依菲的近脸照,如今变成了一个脸部浮肿的状态,已经没有了神仙姐姐的颜值。 并且在那位网友拍摄的照片里面,还有网友吐槽了刘依菲的侧脸照,说到她的脸颊肉堵堵的,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的那种清传可爱形象。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的,由于刘依菲在娱乐圈中的人气非常高,以及喜欢她的粉丝也特别多。 因此每当她的生图照被曝光之时,总有那么一些网友会在网络上吐槽她的,说到她的样貌已经大变样了,以及完全没有了女神的形象等等热议。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,其实在刘依菲的这两张生图照里面,完全是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,以及都是没有经过美颜滤镜的功能,因此才会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的走样了。 比如在她的第一张照片里面,由于是别人偷偷拍摄的她,所以会出现走样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 随后到她的第二照片中,则是因为自拍的原因,整个脸部与镜头太近的因故,并且还有素颜跟不经过美颜的原因,所以肯定不如美颜过的效果好看。 然后说到这里之后,试问一下有几个女明星,敢像刘依菲这样分享素颜照出来的。 而且在刘依菲的其他生图照里面,当别人的拍摄角度调整好了之后,一样可以把刘依菲拍得非常好看。 比如在前几天的时候,当刘依菲现身坐高铁的时候,她也被其他网友拍摄了一张生仆照出来。 在那位网友的拍摄之下,刘依菲的颜值就显得特别好看了,即使是错脸照,也依旧是非常的迷人跟好看。 那么,在你的戏目当中,你对于明星的一些生仆照,经常因为拍摄角度而被吐槽的事情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有条案,有条案。